Hello 大家好 今集想分享一下 多一些關於英國人的習慣 或者他們的一些禮儀 不是一定要你們跟足 希望可以透過這條片的分享 讓你們了解多一些 首先講一下這個 我們叫做 Table Minor 你說不用你教 我都懂 英國人的 Table Minor 可能我們真的要學一下少少 那我就覺得都挺好的 例如他們吃東西的時候 就永遠都不會切得很大塊去吃 也不會說吃東西的時候 就發出一些聲音 滴滴聲或者閘閘聲 很好味的那些聲音 他們盡量都不會發出聲音 就好像他們喝湯 他們會筆細細根 連著匙巾和湯 一次過塞進口 然後就拿出來 是盡量不會發出聲音的 為什麼他們吃東西要切得小塊一點呢 他們吃東西的時候 盡量的口 都不會抹大口 來這樣咬閘聲 因為我們習慣了 有時吃東西是很豪邁 開心地吃東西 因為吃東西很開心 一件事 但是他們這裏來說 如果我們出席一些地方 比較高級一點點 不要說高級 普通的餐廳 我們都會感覺到 當地的地人 其實他們的桌面 都挺注重的 正如我之前也有條片分享過 你們吃完餐 都要把餐放在馬耳邊 讓他們了解你是吃完了 如果整張桌子有很多的餐具 究竟怎樣用呢 無從入手 因為刀有那麼多 叉又那麼多 上面又有匙巾叉 可能你們是看電視 又或者一些書本上面 都學了的 我都不斷地說一下 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由出便吃到入面 上面那兩個匙巾叉是吃甜品的 左上角上面的就是這個牛油 都是塗牛油 是吃麵包的 至於酒杯來說 都有分 小一點的杯 大一點的杯 通常大一點的杯 裝紅酒 小一點的杯 就比較是裝白酒 我都不斷地說一下 有時候我們去到餐廳 如果他有餐巾的話 有些待客人 他們都有一個挺好的服務 就是把餐巾放在大腿上面 當他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只要移一移椅子 讓他放進去 又或者不用了 我自己鋪也都可以的 我們切機 如果有時候我們吃東西 如果是有些骨頭 或者有些不要的東西 我們盡量盡量 應該說不要放在桌子上面 有些什麼不想吃 或者吐骨也好 都是放在碟裏面 因為我們在亞洲生活 吃東西 就很習慣 吐骨 或者不要的東西 都夾在擺桌子上面 就算我們用完的一張紙巾 我們都不會放在桌子上 我們都會把紙巾放在碟裏面 因為其實用過的東西 其實都挺噁心的 這一點就尊重當地的文化 說回吃東西 記住 我們每一次吃東西的時候 千萬不要含著食物 跟別人聊天 因為這是很噁心的動作 西人見到就接受不了 是一個很無禮貌的表現 當我們進行食餐 在英國的餐廳 吃完餐 別人這麼好的招呼 究竟我們要不要給他們 給他們 他們通常都會這樣問 Is everything OK? 你也可以回答 Oh, that was very nice 這是我們也可以回答 這些巨耳 給他們 他們都已經很開心 當是一個供應 他們是一個好的服務 就來問問你 去英國的餐廳 吃完餐 別人這麼好的招呼 究竟我們要不要給提示 英國人對提示 都很習慣 不只是去吃餐 才會給提示 就算去非法店 或者一些beauty salon 就算去坐的士 你去咖啡室 喝一杯咖啡 他們覺得你們的服務 都會給一點點提示 究竟提示是要給多少呢 如果一些地方 他們已經是有 那個surface charge 例如倫敦 很多地方都收緊 12.5%至15% 這個surface charge 如果他們那個surface charge 已經是有 但是服務 都非常之不錯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給得 一點點 當然了 識隨專便 至於沒有這個surface charge 的地方 我們究竟要給多少 多是為之合理 那麼大部分來講 都是給10% 那個bill的價錢 譬如你說吃了100磅 那你就給10磅 當然了 不一定要你給10磅 是色彩專便 去非法店 西人來說 都會給幾磅 那麼5磅 都有的 是好看你 就算喝杯咖啡 50磅 1磅 都很想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為什麼有些地方 是會收這個surface charge 而其他有些地方 是不收的呢 不如這樣說回 英國政府 是說明 是不可以收這個surface charge 但是呢 他們通常都是有個 叫建議的surface charge 也都習以為常 因為倫敦的舖租這麼貴 而且有些地方來講 有些餐廳 如果你是超過6個人以上 他都會charge你 那個surface charge 在那個bill上 如果你真是很不想給 是不是可以不給的呢 那一件事你跟他爭辯 多數我們都會照給 一些餐廳來說 如果你去到的話 想切蛋糕 他都說大部分呢 你跟他說聲 都不需要charge 但是倫敦呢 就會收 都幾貴下 還是逐個人頭收 那就視乎哪一間 所以如果你們拿蛋糕 去到那個餐廳的時候 或者還沒去之前 就問一下他 我可不可以拿個蛋糕過來 這樣吧 講完我們出去吃餐 那有一樣都是不得不提的 就是用手機 如果我們在植餐的時候 如果我們用電話 看電話 你其他的朋友在這裡 其實那是不太禮貌的動作來的 如果英國人 跟你一起吃東西的時候 你是拿著手機 一直這樣按摩 他們覺得是 你很不尊重他 很不尊重他 所以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除了剛剛的東西捧出來 拿著手機 是否先上機吃 這樣就沒什麼問題的 盡量的話 我們都不會拿到電話 或者看電話 這樣 這個就是非常之 沒有禮貌的一個動作來的 如果剛好有人打電話給你 那你就拿起電話 你都會說 Excuse me 然後你就拿開電話 或者走去一頁 聊電話 都盡量不會影響大家 一起吃餐那個時候 享受那個情形 說回電話 除了如果我們在吃餐的時候 用電話 是沒有禮貌 就算有時候我自己在家吃飯 我拿起電話 我都被我的小孩罵 說我很沒有禮貌 很不尊重 一起吃飯 是一個家庭聚餐時刻來的 所以我都要戒 拿電話 繼續說回電話 如果我們在一些公眾場合 例如我們坐一些 Purped Transport的時候 記住 那個電話 就不要拿著 說話大大聲 如果我們在坐一些 Purped Transport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找你 就記住 小聲一點 或者你遲些才回覆它 因為在一些公眾場合 大大聲說電話 是一個很沒有禮貌的表現 因為我看到有時候回香港 尤其是坐火車的時候 那些人聊電話 又大聲 那個音樂又開到很大聲 拿著電話 看電話 那些聲音 根本就是在騷擾人家 在英國來說 這些動作 就真的全部都不要做了 有時候坐Underground 或者坐巴士的時候 在一些Purped Transport 看到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一個我們叫做 很兇手 是盡量做到 不要騷擾其他人 正如有一次 我在日本 我自己就不記得了 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就聽了電話 跟著我都自己很 guilty 日本坐火車地鐵 是不可以聊電話的 所以呢 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要尊重當地的人 一些的習慣 或者文化 好了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